女人半夜醒来 却发现窗外有人正死死盯着她 可她睡眼朦胧也没多想 静止上床抱着丈夫睡去 可第二天晚上 小白穿着性感红裙等丈夫下班 却再次从窗外看见了那个人 这时屋内灯突然打开 原来是丈夫回来了 她平时上班已经够累了 小白不愿让她过多担忧自己 两人下楼依偎着散步 突然却听见警铃声 对楼有警察和医生进进出出 有人披着毛毯坐在车边 小白只觉得她十分眼熟 急忙挽着丈夫转身离开 次日小白看到新闻 她听不懂 直到丈夫翻译才知道 昨晚有女孩被杀害 死状凄惨 而那个坐在车边的男人 是第一个发现尸体的人 小白感到越来越不适 她对丈夫说出自己的发现 两人望向窗外 小白越说就越没有底气 丈夫也觉得她是因为搬了新家 所以才如此多疑 等丈夫上班后 小白立马查起案件资料 搜到已经有四名独居女性遇害 幸存者接受采访时说 感觉有人一直在观察自己 小白想到丈夫常常早出晚归 自己可不就像独居一样吗 她走在街上都觉得背后凉嗖嗖的 老感觉有人在跟踪她 于是她跑进人多的电影院 想着只要不落单就是安全的 可坐下没多久 她感到身后突然进来一个人 整个影院空位置那么多 为什么偏偏坐我身后呢 小白紧绷着身体往后看 却不敢抬眼 只敢瞥一眼那人的棕皮鞋 就立马起身离开 小白只能哪人多往哪去 躲进超市假装买东西 却又看见棕皮鞋跟到自己旁边 小白抬头 还是不敢直视那个人的脸 相信大家都有这种体验 小白只能慌乱着走开 不小心打碎玻璃瓶 她害怕地躲进后门 透过玻璃偷偷关注棕皮鞋 果然她也跟了上岸 小白终于看清她的模样 绿夹克 小油头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男人似乎也注意到小白在窥视自己 缓缓转头时 小白却突然被超市小哥叫住 她只能从后门离开超市 丈夫听闻后 带着小白再次来到超市 希望能调取监控 画面中男人果然举止怪异 可丈夫却认为小白多想了 毕竟她的举动可奇怪多了 小白无语 只能用手机拍下画面 看来只能靠老娘自个儿 她开始在窗边偷偷观察对楼 可从早到晚男人却始终没有出现 丈夫又一次晚归 小白挂断打不通的电话 觉得自己要被黑夜吞舍 好在这时女邻居敲响房门 请她过去喝一杯 小白欣然答应 她看女邻居是独居 便问她会不会担心遇到凶手 女邻居却说 只要自身勇敢强大 就什么都不用担心 这话显然不是瞎掰 因为她让小白打开抽屉 里面正是一把手枪 邻居豁达的心态让小白也放松下来 回到家中她沉思片刻 与其一直生活在恐惧中 不如揭开她的面纱 于是她颤抖着抬起手 隔着窗外朝对面的男人 挥了挥手 女人每次拉开窗帘 都感觉有人在盯着自己 她颤抖着举起手 朝对面挥了挥 那人并没有动静 她刚松了口气 果然是自己在多想 可下一秒 有困难找警察 小白立马找了警察叔叔上门 还给他看了自己拍的男人照片 警察打算去对面调查 丈夫也跟着一同前去 可丈夫回来后却欲言又止 她不肯告诉小白具体情况 只是说她太多心了 住同一个小区去同一个超市 本来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小白感觉自己无法呼吸 连最亲的人都不相信自己 就算丈夫还想帮助自己 小白也只能自己扛了 这天她在街上 看到对楼的男人脚步匆匆 小白跟了上去 穿过地下通道 看着男人赶鸽子 吃早饭 小白一路来到了阴暗的走坊 她顾不上许多 走过去才被看门大爷告知 这是一家夜店 在里面看到了男人 他竟是这里的清洁工 男人似乎有所察觉 慢慢转过头来 好在小白反应极快躲到一旁 恰好碰见了邻居 邻居在这里工作被看多了 好心宽慰小白 对女人而言 这种担惊受怕 或许是最好的结局 总好过直接被强 或者围住脖子 然后说着 我早就说过爸在死去 可这天晚上 小白却听见隔壁传来尖叫 女邻居到底遇到什么危险了 她急忙去敲门 屋内却一直没有回应 反而惊动了其他住户 房东也赶了过来 在小白的强烈要求下 房东用备用钥匙开门 几人闯了进去 可进屋后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只猫将台灯打翻了 小白隐隐觉得不对劲 可房东却觉得他脑子不正常 找来小白丈夫控诉 显然丈夫也被他弄得心烦 只是随口安慰几句便去工作了 随后小白打电话 联系邻居工作的夜店 却被告知邻居整天没去工作 他挂断电话 不然听见楼道传出敲门声 打开门发现是邻居的前男友 两人昨晚约好见面 邻居却迟迟没有出现 前男友转身就要走 小白却叫住了他 请他帮忙陪自己去对楼 确认一下天天偷窥自己的 是不是就是那个踪皮鞋 前男友爽快地跟他上了楼 走过去敲了门没人回应 但听得出里面好像有人 小白恳求前男友再敲一次 他奋力砸了几下门 大喊着让里面的人别盯着对面看 可依旧没有动静 前男友有事提前离开 小白撞着胆走上前 是死是活总要有个定数 他决定直面男人 一个老人开了门 小白这才尴尬地说自己认错了 下楼却刚好碰到跟踪自己的踪皮鞋 他只能赶紧离开 女人惊恐万分 突然一个枕套就套了上来 男人把他扑在床上 死死掐住他的脖子 女人无法呼吸垂死挣扎 接着女人醒了过来 好在只是一场梦 小白只是非常害怕 那个一直在对楼监视自己的男人 可隔天他就被男人找上了门 警察也跟在旁边 竟是男人恶人先告状 投诉小白常常偷窥他 昨天还上门恐吓自己80岁老父亲 给他带来很大不便 警察知道小白也投诉过男人 他认为这只是场误会 于是进行调解 让两人握手言和 男人主动伸出手 小白有些害怕 犹豫着 还是不得不握了上去 一切似乎只是个误会 这是个喜大普奔的结局 小白也在丈夫的要求下 和他去了酒会放松心情 平时小白并不会插话 因为他不会当地的语言 丈夫以为他听不懂 便开玩笑说妻子最近紧张兮兮的 老是怀疑有跟踪狂 这么看来就算自己很忙 他也有跟踪狂陪了 但小白其实都听懂了 他一直默默在自学语言 希望能给丈夫一个惊喜 结果学会后 还真的是个大惊喜 小白很伤心 扔下丈夫自己走了 独自坐在地铁上 他又看到了对楼的男人 他有些紧张 而男人竟越走越近 最后坐到了他的对面 他还是忍不住问男人 为什么要跟踪偷窥自己 可男人却卖气惨癌 说自己要照顾老父亲 常年只能在家 靠看窗外调节心情 没想到小白这么小题大做 他怪小白误会他 恬不知耻地要小白道歉 小白不信 可看向男人身边的塑料袋 里面似乎有人头的形状 他也只能强压下恐惧 轻轻地说了句对不起 随后在下一站提前下了车 回到家后 小白开始收拾行李 却听见隔壁传来音乐声 难道是女邻居回来了吗 在门口多次呼喊都没有回应 岸上把手门却没锁 他打开门 慢慢走了进去 却看见一具无头女尸 下一秒 他的头就被塑料袋捂住 拼命挣扎却无济于事 男人将他摁在地上 用刀架住他的脖子 小白想大声求救 但刚发出声音就被割断了动脉 他挣扎着在地上爬 而男人显然也很喜欢这种画面 压根不知道小白是想去拿抽屉里的枪 可爬到一半 失血过多的小白就没了力气 男人学着他的姿势 和他四目相望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接着他站起身来 看见对面有个小女孩看着自己 他想去杀人灭口 可此时丈夫打来电话 他听见妻子的铃声在隔壁响起 于是出门查看 恰好碰见出门的男人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就听见砰砰几声 男人被打中几枪 原来是小白拿起了枪 男人彻底没了呼吸 丈夫被吓傻了 小白默默从屋内走出 冷淡地看着他 电影监视者关注了女性的困境 当他们感受到危险时 却总会因为性别偏见 被定义为做或者是想太多 甚至许多男性根本不理解女性 为什么独自坐电梯 碰上近来的男人会脸色紧绷 为什么晚上走夜路 听见身后的脚步声会冷汗直流 为什么收快递不敢给快递员差别 为什么叫外卖需要让外卖员放下离开 其实危险是无论男女都会遇到的 可女性却确确实实处在现实的弱势地位 而就像女邻居所说的 最好的结局 仅仅是与这些不确定性相伴一生